要推進在野整合 郭台銘出招了 突襲式宣布參選連署 侯永宜與柯文哲如何接招 三年前無罪不起訴 三年後進翻案成貪污 主角是空軍少將 謊稱燒掉2800萬現金 中台蘇拉又增強 最快今晚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新台海葵接著來 將影響北台灣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菀芳姐 鴻海集團超賣人郭台銘 今天召開了主流名義大聯盟記者會 宣布將發起連署 投入2024總統大選 不斷地強調他的參選 是為了推進在野整合 還說自己雖然目前民調是落後的 但是相信他在宣布之後 支持度會再提升 不過榆林縣長張立善就先開了第一槍 批評郭台銘沒有誠信 不過挺郭派的南投縣議長 何勝峰也反擊了 說難道侯友宜就有誠信嗎 我郭台銘我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投入2024總統大選 不再曖昧不再避諱 郭台銘正式射出2024川雲劍 我郭台銘在幾位總統候選人當中 是唯一具備經營管理的企業家 放眼台灣政壇 舍我其水 今天台灣的命運已經走在懸崖邊上 如果不能起飛躍升 就會墮入萬丈深淵 所以我必須挺身而出 沒有台灣就沒有郭台銘 特地選在總統府正對面 張榮發基金會宣布參選 展現前進總統府決心 就算民調落後 郭老師依舊老神在在 郭董急忙斷舍離國民黨 讓雲林現場張立善 當場翻了好幾個白眼 10點宣布參選 郭董在之前已經拋出了 應該是要大家坐下來談 那這個過程都還沒做 這是一個沒有誠信的做法 說誠信你像郭友宜他有誠信嗎 當黨人都不理黨的事情 儘管沒出席郭台銘記者會 但為他不惜槓上黨中央的人 還是不少 如果你的初選 讓贏的人有容易改 讓輸的人服氣 就不會發生今天這種事 像完成總統大夢 四年前郭台銘退出國民黨 如今搶拚連署要替自己 最後一搏 林玉成 採訪報導 回顧以下四年前發生了些什麼 我們先來看二零一九年這個場景 當時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頒發國民黨榮譽狀 給郭台銘 然後為了他是否具有黨員身分 來參選黨內總統的初選解套了 郭台銘也在這場場合表達了他要參加國民黨初選 我願意參加初選 我不願意接受徵招 絕對不接受徵招 如果選上 那我代表國民黨 參加二零二零的 這個 佼卓 今年剛好是他入黨 如果選不上 那表示我努力不夠 我一定接受 我一定盡全力的支持 黨初選制度 產生的候選人 當時郭台銘當場宣布投入國民黨總統初選 然後說他如果當選了 一定要把全球的夥伴都請來台灣投資 他會用霸氣指揮方向 用效率帶領政府效率最少能夠提升三分之一 然後勞保的年金也會領得比現在多 其實看起來這個核心概念 跟今天說的要為台海帶來未來50年的和平 讓台灣超越新加坡成為亞洲首富 勞保健保基金都不會破產 能夠充實健保財務等等 其實是很相似的 不過上一次2019年 那一個場景之後的90天 郭台銘難抵寒流就輸掉了初選 原本他也是要祝福韓國瑜勝出的 結果呢 卻在國民黨31大佬呼籲郭涵合作之後 憤慨退黨 那他在聲明中痛逼說 是這一群迂腐的政黨守舊迂腐的中常委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黨利益之前 自己呢不會再眷戀這個政黨了 所以他火速退黨 之後又在獨立參選的申請 最後倒數的時候 其他的參選聲明已經被妥拉 然後說副手已經找好了 幕僚都在等他的最後決定 結果他就在9月17號最後登記的前一天深夜1點鐘 透過聲明宣布 他不參與2020連署的這個競選總統 很類似的劇情今年又再次上演 他從表示退黨是當年的年輕氣盛一時衝動 要有意重回國民黨 但是在等黨內的一個辦法來初選 到後來呢 他輸給侯友宜了 也發文祝賀對方獲得黨徵召的提名 只是這次最後 他用一個主流民意大聯盟的方式 然後宣布參選總統啟動連署 但他並不是沒有留伏筆 他這次說自己的參選 只是為了推動整合 所以像時事評論員李正浩就分析 郭台銘是為了讓自己的民調止疊 並且透過參選連署握住 和藍白陣營的談判籌碼 支持郭台銘 經濟一定贏 為了中華民國請郭董站出來 手板上的文字終於能實現 下一步當然要立刻展開連署 我會決定來參加這種賽場賽局 是為了取得參選的資格 萬事俱備要嘗試突破 二十九萬連署門檻 但其實對郭台銘來說 這二十九萬份連署書意義深遠 當前在野三隻小豬 沒人想要先低頭 個個都想選 個個沒把握 把宣布參選當整合籌碼的郭董 不得不一戰逼合 我祈祝自己能成為團結的 最大公約術 我也將繼續邀請 在野鎮雲 其他兩位候選人 一起坐下來 你喝咖啡 我喝奶茶 逼侯友遺憾柯文哲上談判桌 郭台銘刻意預留合作伏筆 欲擒故縱 或許說不出的苦衷是 郭老師真的有教牌空間嗎 畢竟近期兩份美麗島電子報顯示 二十一號郭台銘 還有百分之十二點五的支持度 短短幾天後 依舊作文老四 支持度在下滑零點五個百分點 曾經參選的搖擺不定 就怕跌進 民調探底失去談判籌碼的雙輸深淵 他希望透過參選可以讓他的民調往上拉 他的參選是為了要拿到在野整合的入場券 因為如果他沒有宣布參選的話 那當然是候選人來談 那柯文哲跟侯友宜可以談 可是郭台銘沒有談的空間嗎 參選不代表選到底趕緊搶到門票 才能在藍白之間殺出一條血路 近新聞謝謝林玉成 採訪報導 郭台銘這次要搶門票的方式 一開始就瞄準了國民黨地方派系 因為派系這一次一開始 就沒有站在黨中央跟侯友宜這裡 那黨內對這樣的現象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地方派系是在 藉著這樣子的方式去談一個政治籌碼 逼黨中央就範 也有人認為是黨中央跟侯友宜 過度輕忽了地方民意 造成的一個反作用力 我們一一來看 像是八月九號 這是郭台銘的第一場主流民意大聯盟 就在屏東 國民黨籍的屏東議長周點論 不但現身站臺 而且還幫忙號召了兩萬人去參加 而緊接著的苗栗場 這個是現任的縣長周東景 前縣長 這徐耀昌都到場了 尤其徐耀昌當時還說 我們不光要下架民進黨 更要下架國民黨 讓國民黨徹底反省 引發了議論 而接下來 連前雲林縣長張榮衛 都為郭台銘舉辦了一個挺郭主流燕 說雲林人一定要來當郭台銘 最強力的後盾 那麼眼看這個地方要角都開始為郭台銘站臺 侯友宜才終於在最近跟地方派系破冰了 昨天他是到前雲林縣長張榮衛的家中參叙 看起來是相談甚歡 那還有一些地方家族成員 是各自挺郭侯的 最明顯的就是張華的謝家 立法院國民黨團書記長也是張華縣立委 謝依鳳 他就好幾次的聲明說 自己絕對支持黨中央推的侯友宜 不過他的弟弟就是張華縣議長 謝典林已經退黨了 一般被認為他是為了要支持郭台銘 那侯友宜自己既然想要搞定派系 很多人當然第一個想到他了 就是借助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但是王金平被問到 到底會不會出來幫忙整合的時候 他說機緣未到 那侯友宜也終於有叛到同台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從頭到尾 都沒有親口提過支持侯友宜 那隨著郭台銘今天的宣布獨立參選 這場再也整合 似乎又成了家常賽了 所以我們要來獻給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沈友中老師 我們要請沈友中來告訴我們 剛剛提到的這些藍營地方派系要角 接下來在侯郭之間 會怎麼樣做選擇呢 老師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像張融衛這種 甚至像剛剛提到的連王金平 甚至像是這個韓國瑜 那他們很有可能在郭台銘跟侯友宜之間 大概都是選擇一個比較曖昧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所以不會那麼明確的去站台 或者說不會那麼明確的 就在現在做一個選邊 那我相信地方派系在郭台銘 接下來要連署的過程中 一定是有力出力 然後盡量的去做動員 然後大概也是會保留一個彈線 也就是他們大概都是會不斷的 去操作共同的語言 比如說就是要團結 然後要下架民進黨 那不會特別明確的說要支持誰 或者是要反對誰 所以保留一個談戏 然後到最後自然然的 如果國民黨能夠順利的 整合出一組候選人的話 那麼這些地方派系 當然就還是會有這個 歸隊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因為如果現在就把話說死的話 那將來可能大家就會捨過臉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說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那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 那現在是不是能夠盡量的還是維持 未來可以合作的一個彈性跟空間 如果兩個人在現在有一點點像是這個初選的2.0版 那如果現在進入到這個初選的2.0版 要交付民意來進行攻守的話 那如果在這個階段雙方就扯過臉的話 那地方派系將來選邊站的這個空間就會變小 所以我覺得也是要看這個郭台銘 那接下來在連署的過程中 要怎麼樣去代議題的 那除了藍營的地方派系要整合 藍白是不是也該要合 我們要繼續請教老師 最近幾份民調都顯示 民進黨的賴清德幾乎取得了過半民意的支持 所以再也現在可以怎麼做 還有人認為說柯文哲很有可能會退出選戰 您覺得可能嗎 先講民眾黨 我覺得民眾黨的部分 因為不是只有選總統 那他們這次也看好了 就是利用這次的選舉 站穩民眾黨的基本盤是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如果欠缺了總統候選人的話 整個聲勢會打不起來 那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是會選到底 就算民調看起來開始開始往下滑 然後或者說距離勝選越來越無望 還是會選到底 因為對於民眾黨來講的話 選總統勝選這個當然是錦上添花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勝選的話 他也希望能夠佔穩第三黨的這個角色 甚至是坐三望二 如果能夠在政黨票超車國民黨的話 那在立法院裡面的這個話語權 或者說對於法案的影響權來講的話 會變得是佔據一個關鍵的少數 所以從這個戰略角度出發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是會選到底 那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的話 一開始本來在立法院裡面 甚至是有超過民進黨的這樣的可能性 那現在隨著這個侯友宜的聲勢上不來 所以整個國民黨在立法院的這個選舉 然後也呈現一個相對低迷的這個情況 甚至有些地方派系 還有小街選擇去跟柯 或者選擇去跟郭來做合作 然後不太願意支持侯 所以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要先穩定住基本盤 然後在立法院的這個部分 要用作人妄議的這個心態去做佈局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侯友宜也不太有這個退出的可能性 除非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說侯友宜的民調上不去 然後郭台銘真的超車的話 那國民黨是不是要換猴 就是用郭來取代猴 那還是要掛國民黨的招牌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無論如何來講的話 可能整合這個郭台銘 會比去勸退柯文哲來的容易一些 那前提就是要看這個民調去怎麼動 所以這樣子的分析的前提 還是在於說在立法院 或者說對於整個政黨未來的這個聲勢來講 因為總統當然現在看起來 三個候選人 就是說在野的這三個 看起來都有一點點差距 落後賴清德 那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當成是盛選的一個唯一考量 那麼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 從政黨的角度去看 如何利用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站穩老二的這個位置 尤其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不能崩盤 然後對於柯文哲來講的話 還會希望說民眾黨至少要能夠 在這個選票上面來講 大概要突破兩百萬 甚至是兩百五十萬的這樣子的可能性 謝謝老師的說明 我們再來看到另一個焦點話題是 蔣萬安明天就要帥團到中國上海 參加雙城論壇 媒體團跟部分的工作人員 在今天已經先抵達上海了 晚上會由上海市台辦 先替媒體團結封 目前在上海最新的氣氛跟狀況 零先給記者黃宜萱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關心在睽違了三年之後 上海台北雙城論壇 在八月三十號就要舉行實體論壇了 這也是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上任之後 首度要率團來出席 而明天一早大概十點多左右 蔣萬安就會抵達了上海 不過今天其實部分的市政先遣人員 以及媒體的部分已經在今天下午四點多左右 已經率先抵達了 而這次台灣媒體是採團進團出的方式 大概有四十多人參加 不過在中國方面其實由於蔣萬是蔣家第四代的身份 所以也引起了高度的關注 不僅是有兩輛小巴大概十多人是隨行採訪 包含全部報名的中國媒體人數也多達了四十人 跟台灣的媒體是差不多的 不過這一次其實蔣萬安到底明天要見誰 現在還是保密到家的 包含今天上海方這邊呢 也希望說台灣媒體不要先做預告 就是怕說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變數 所以以上是現場為您掌握到這件事情 先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彭女主播 謝謝宜萱 說到雙城論壇 是前臺北市長郝龍斌任內一首催生的 已經邁入第十四年了 科美解讀是腹中取經的敲門專 二零一五年 柯文哲在雙城論壇喊 兩岸一家親 引發熱議 到現在也讓論壇充滿無限的政治可能 但他真的能夠為兩岸帶來善意的交流 又或者是台灣版的木馬圖成績呢 恰逢選舉年 在蔣萬安來說 更得瀑布圍營 2010年時任台北市長郝龍斌 催生上海台北雙邊城市交流 以地方市政交流共好為由 打起台北上海官員對話平台 中華民國是兩岸最重要的節點 對於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大陸應該用一個比較包容 彈性的處理 消除台灣的疑慮 成功促使台北松山和上海紅橋機場直航 讓台北到上海比到北京還快 在柯文哲上任後 因為民進黨執政兩岸冰凍 柯文哲甚至為蔡政府保住 唯一的官方層級交流 我一向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精神 不再只是市政取經 柯文哲主動表態親中 正當統派領頭羊 將雙城論壇的市政外衣直接脫掉 2016年雙城論壇由台北市主辦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統戰部 部長沙海玲 更是搭著直航飛機直接踏上台灣 回顧過去雙城論壇抹不去的 是兩岸交心的痕跡 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幾乎是窗戶門全部都關上 這是一個唯一的一個通緝的管道 雖然它的層次老實說 並不是太高 因為它是地方的層級 但是它好歹 它是一個可以通緝的一個地方 更何況上海市在中國 是有一定的份量 期盼再續雙城佳話 但對話重要 對等不重要嗎 讓論壇能夠再符合 台北市民的期待中繼續辦下去 但是我也要強調 共軍繞臺絕對對於港岸關係 以及區域和平是沒有任何幫助 應該立刻停止 蔣萬安選前的承諾 在中國對臺武力恫嚇不斷加劇 軍機繞臺次數越加頻繁下 變得很尷尬 地方政府的論壇 要期待地方政府來處理國家的大政方針 大概是不太切合實際的 因此我們對雙城論壇 不要加給它太多的政治方面的聯想 不需要中國特別給予它什麼樣的高規格的接待 不需要正常規格就好 你越是正常的看待它 正常的對待它 雙方越是正常的表現 我覺得這樣就是最好的狀態 雙方都不要去想做特殊大的政治動作 侍逢選舉年不能成為中斷兩岸交流的罪人 也不能成為國民黨兩岸和平牌的破口 蔣萬安要發揮智慧 全身而退 進行黃宣煉志豪採訪報導 郭台銘被問到要是中國威脅 要沒收鴻海的資產怎麼辦呢 郭台銘很霸氣的說都給他 不過也立即引發股民炸鍋了 稍後帶您關心 空軍作戰最高指揮管制單位 復興移區三十億元的改建案 驚爆鎖匯案 前少將張大偉 鎖匯兩千八百萬 在白手套自白下 三年前居然獲得了不起訴 不過最近這個貪污案卻翻案了 怎麼回事呢 請資深司法記者林俊鴻來告訴我們 其實這一宗可以說是全臺灣目前最貪污的一個少將貪污案 因為其實他在早在三年前的時候 新北地檢署就已經將他不起訴處分 而且經過高檢署的醫治權在意之後 整個可以說是已經塵埃落定 結束了一個貪污 檢察官雖然查到了這個張大偉 他被白手套緊咬說 他拿了兩千八百萬的匯款 沒有想到卓俊級檢察官他是45期結業 資訊所45期結業 他認為這個中間沒有弊端 但沒想到卻被50期 他的菜鳥學妹 從後面倒打一把整個追回來 進了整個突破 整個一堆貪污避愛 那其實在這個偵辦的過程當中呢 高檢署的檢察官羅松芳 他是資訊所28期結業 他其實在這個立庭的過程當中 他就當庭的痛批張大偉 他認為說這個身為這個 國家這個公益代表人 檢察官沒有辦法容忍 張大偉在這個貪污之後 把這兩千八百萬元拿走了不繳回來 甚至你聲稱說把他燒掉了 檢察官根本不相信 他要求法院你必須重判嚴懲 不能讓張大偉在出獄之後 還能夠享受這樣的犯罪所得 也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張大偉可能會擔心他 一審被判12年 二審有可能會被判更重的刑期 所以他在最近陸續分批 把這兩千八百萬元 全部都繳了回來 那至於會不會獲得輕判 我們就有待法院的審理 但其實這個 中東所得標的這個空軍營區的 一個標案裡面 在這個公館殘除山裡面 其實他這個下面這個山底下 隧道是打通的 早在1996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營區曾經爆發過一宗 矚目的江國慶命案 他是冤案 沒有想到在這樣的狀況下 空軍又爆發這一宗天大的醜聞弊案 那這次翻案呢 檢警偵辦的角度是從設財報不實區塊左手 他如何最正確鑿地揪出中公行會 還有張大偉所會的過程 那他的手法 詳細來說又是怎麼做的呢 其實當周易軍他拿到這件案子 從證交法 這個懷疑中公有涉及財報不實的這個案件 這個角度 進來要切入偵辦的時候 其實當他看過整個卷宗 當然也會懷疑說 既然白手套都已經坦承有繳交匯款 那其實這個行為又是軍備局招標的一個案件 為什麼不會是一個貪污弊案呢 所以他也找來了當時承辦的調查局人員 再來整個還原鞏固整個案情 後來發現說 其實關鍵的一個白手套 當時有個營造商叫董俊毅 他其實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有另外涉及一宗爛道廢徒案 他被廉政署給監聽 那其實前面的檢察官裡面 他並沒有針對廉政署這個監聽議文 來重新檢視 後來也就憑著廉政署監聽的這個議文 重新把這個議文翻出來 掌握說原來董俊毅 當時被廉政署監聽的過程當中 他曾經有跟中工的會計女經理 提到了如何行匯 整個福報工程管項 甚至如何交付匯款 跟他的代號是老鷹 整起過程 周一軍也就指揮了調查局 用這樣的新事實新證據出發 他整個把從政交法的財報不死 再拉回來 從貪污的角度進行爭敗 那沒有想到 這個重新監聽議文 一看之後不得了了 其實發現說這個 其實張大偉 他其實在這個主動找上了 這個中工的這個 壞建築師 要來承包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曾經跟建築師講 這個案子軍方要有人幫忙 但是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也就是他認為中工必須要以這個 預算金額 總金額的1%作為行匯的款項 那這個款項其實是得標金是30億 1%大概是3000萬左右 後來中工也就把這樣3000萬左右的款項 藏在公司的準備金裡面 當作要行匯的款項 透過廠商榨出來的工程款 繳交回來之後 再透過白手套 回到這個張大偉的身上 那其實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原始的檢察官卓俊吉 他在最早的偵辦過程當中 最詭異的是 他居然沒有在偵訊的時候 先把白手套 先把他拉回到地檢署覆訊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最關鍵的中工會計的女經理 他在第一時間被調查局約談的時候 他已經承認 其實當時的董事長沈華陽 曾經跟白手套董俊毅他們見面 當時都已經談妥整個 墊高款項的方式 跟整個交付匯款的手法都談定了 那為什麼最怪的是暗中出工 按理來講 承辦檢察官聽到調查局回報這樣重要的事項 應該立刻把人拉回來到地檢署覆訊 甚至不排除進行深壓 把人壓起來 才能夠讓後面的案情擴大 不斷的拒咬 形成一個破口 讓案情可以繼續突破 但是卓俊吉沒有這樣做 就已經起人一鬥 後來更詭異的是 其實後來在這個 番茄郭義軍檢察官偵辦之下 其實後來有人在勝壓庭裡面就坦承說 在上一波的偵查當中 我知道你們是玩假的你們不想辦 但這次感覺你們來勢洶洶 所以我願意講出來 這也就讓我們更加懷疑說 其實前面的偵辦確實非常的詭異 後來果不其然 這個除了他的白手套經理 他坦承了其實沈華陽之情 把這個原貌講出來以後 後來其實沈華陽 他也說出來了一段案情 其實董俊毅他也曾經跟沈慶光碰面 而且沈慶光他對於這個過程 行匯的過程他是知情 他其實從頭到尾他都否認 他認為他是軍方退伍出身 絕對不會行收匯 但是他的證詞其實從他被起訴之後 一審不採 他其實一審已經被重判四年 成為這個上市規公司裡面 違反證交法特別背信罪的一個專業經理人 創下了首例 那麼因為其實會計女經理 他其實在三年前他就說出了 他這一次其實又說得更加完整 所以包括他以及白手套董俊毅 其實他們都全部認罪獲得緩刑 那麼其實這個2800萬元 這個張大偉他拿到了之後呢 非常離譜的是 其實他在最早的卓俊錡的偵辦當中 他全盤否認這件事情 後來被起訴 換了檢察官起訴之後 他承認有拿 所以目前這個案件當中呢 檢察官也持續進進來偵查說 到底你2800萬元現在你交回來了 但是你錢到底從何而來 後面有沒有其他的共犯 這個有待減掉再持續的追蹤下去 那這筆匯款2800萬到底去哪裡了 檢警在調查過程中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而且除了行賄手法之外 張大偉還有一羅匡的女密友也跟著曝光了 我們繼續把時間交給俊宏 其實這個張大偉後來坦承方案 為了減輕其刑 他直接承認確實有拿錢 那他現在也如數的把這個錢分批 匯回到高院指定的賬戶當中 不過他說燒掉了這2000多萬呢 其實檢調根本就不相信 所以把他當時說 他在台中岳父家頂樓 把錢全部丟到金爐裡面燒掉 把這個金爐也再扣了回來 但從這個金爐的餘灰當中 其實完全都沒有化驗到 任何超漂的這個灰激 所以對這個證詞 本來就是不予相信 其實檢調發現 非常詭異的一件事就是說 當時其實軍方做這樣的決議過程 並沒有留下任何的會議紀錄 而是靠著張大偉他透過LINE 直接以軍備局主管的身份 直接告訴了這個空軍的承辦人 告訴他說你必須把樓地板面積降低 當軍方國防部跟空軍 進行討論的時候 其實這個專案會議的討論過程當中 沒有留下一紙的公文 全部都是空說無品 所以目前檢調懷疑說 這麼重大能夠變更 當時採購原始標案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有更高層的人在幕後指點 這個部分是目前檢調 還在追查的一個過程 就在中公他們決定付款的過程當中 款項一直付到了2600萬 剩下200萬尾款還沒付的時候 檢調已經進行搜索 後來搜索的時候 董俊義就把這個尾款200萬元 全部交給檢調查扣 那至於這個送款的過程當中 其實第一次的送款 因為這個董俊義他是營造商 那他根本中公根本不想親自跟張大偉做接觸 所以透過他假借在2017年的時候 利用中秋節的名義 把這個款項藏在柚子箱裡面 親自送到張大偉位在這個三峽的住處當中 後來張大偉當然款項分批的交付 後來張大偉又跟白手套約見面 這次交付的地點是約在中立他桃園的住家 那張大偉其實就上了這個董俊義開的車輛 不斷的在他桃園周遭的住家當中不斷的繞圈圈 擔心後面有沒有檢調人員跟蹤 或者是說董俊義為了自保可能進行反收證 不斷的繞的過程當中進到了他家 他在他家裡面還檢查董俊義 你到底有沒有帶針孔或是偷開錄音機 在他家才把錢拿出來在那邊數鈔票 甚至其實後來張大偉更高竿的是 他為了收款收張款做斷點 他還學到了一般讀銷才會使用到的 使轉手的一個手法 也就是他把他自己artist房車的鑰匙 備份鑰匙交給了董俊義 董俊義在一約依照時間點 直接進到他家的停車庫 停車場裡面 把他的這個停車場後車廂打開 再把兩袋滿滿的線鈔 全部擺到他的後車廂就離去 也就是兩個人根本是亡不見亡 在交會的過程當中根本就沒有碰到面 所以這個造成這個將來就算你要咬他 證據還不好咬 所以利用這樣的過程當中後來其實 這個 董俊義也完整的把這個行匯的過程 完整的講出來 那麼這位最貪的少將 除了他大膽的所惠以外呢 其實在檢調監控的過程當中 發現雖然他貪污了這麼多錢 但他的錢到底跑去哪裡呢 其實在監控他的過程當中 曾經調閱他的手機通言來看 發現不得了了 因為他人長的這個挺拔帥氣 沒有想到他居然周旋在這個 七個女軍官當中 他除了前妻現任老婆以外 他跟軍中的女士官都有曖昧 不但會常常這個送球拍啦 送小禮物給女同事 甚至利用中午出遊 甚至還把這個大量的錢 有幾百萬元還藏在其中一個 女士官身上 那其實他的薪水大概是年薪 一千一百五十萬元 但是他卻在天母坐擁豪宅 而且他開的是雙B的休旅車 以他的薪水來講 根本不夠支付 雖然他貸款兩千萬元 但其實檢調都懷疑 這是虛晃一招 因為錢可能藏在其他的人頭身上 後續他能不能因為繳回 兩千八百萬元犯罪所得 高院會不會準於減刑輕判 有待後續觀察 台灣2022年重大殖災 死亡人數320個人 比起前一年死亡人數增加了 這華麗工程的背後 暗藏哪些風險危機呢 稍後帶您關心 在台灣營造工程隨處可見 但這些施工的工地 如果沒有做好公安管理 就可能會釀成重大的悲劇 深度探照鏡帶您來看 2022年重大殖災死亡人數 三百二十個人 比起前一年死亡人數又增加了 經過採訪團隊的訪查 我們找到了多位營造業的 職災勞工 就發現了工地的趕工文化 還有僱主或者是工地主管 鑽法歸漏洞便宜形式的心態 都是治災主因 究竟這樣華麗工程的背後 暗藏哪些風險危機 帶您一談究竟 他其實基本上也可能斷 就是完全斷掉 因為他是直接壓核下去 鋪頭都壓下去 完全是碎掉 不管是營造業也好 或者是製造業也好 最便宜的都是人力 你要他去改善好的設施設備 他都會覺得成本太高 那反正他就是賭一把嘛 到時候發生再說 當工作變成了賭局 他們用命來拚 墜落滾落的是死最多的 尤其營造業裡面 把工人的健康跟勞安的 這個預防這件事情 完全忽略 就是僱主跟勞工 都有一個對賭的心情 其實勞工有時候 也會把它內化 我剛才說 做自助的就是這樣 就是很宿命論 每一個人其實他都沒有 沒有辦法在這個結構裡面 去做一些改變 當改變不了的結構 隱藏高風險 一旦發生意外 人命如此脆弱 光是2021年 全台灣發生的重大職災有287件 傷亡人數316人 其中死亡就佔了278人 死亡職災又以營造業最多137人 再來是其他產業和製造業 營造業意外頻傳 原因最多的是跌倒 其次是墜落滾落 再來就是被夾或被捲 工作場域時刻驚險 在營造工地常發生的意外 像是跌倒或是墜落 而最常發生這些意外的地點 就是在施工架上 因此在施工架上 是否有設置像這樣子的交叉拉桿 以及下拉桿 還有在交接處是否有確實的鎖牢固定 這些都是安全作業環境最基本的要求 可是卻不是每個營造工地都能做得到 這一次是因為在工作的時候 做到一半就直接踩空了 這一踩空 高空這一跌 讓冠紅一隻腳摔入踏板見風 膝蓋半月板當場破裂 在家休養了兩個月 但根據勞工高空施工架安全標準 工作台的寬度 必須要有40公分以上 而且得鋪滿踏板 縫隙不得大於3公分 才能避免踩空 你發生自己的時候 你的縫隙很大 隨手一筆 明顯看得出縫隙遠比法定3公分還大 但雇主知法犯法 因為少鋪一些踏板 工程進度就能加快 趕工便宜行事 酿成異狀狀悲劇 本來應該要做滿這些流程的 他就跳著做 原因就是來不及 那上面又有壓力說 你要趕快完成 不然可能就會罰錢 不然你可能就會違約等等的 或者是他如果趕快把這一份趕完 他又可以有到下一個工地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其實這樣趕工的文化 其實也是一直以來 我們認為營造業是 顧慮率很高的一個很大的因素 實在的發生它是瞬間 然後大部分都是現場的公安設施 做不好造成 可是再深入一點的話 事實上還有一些是 人的管理面的問題 勞工接受教育訓練的不足 要讓勞工接受周延教育訓練 得花時間 偏偏時間是金錢 能審就審 在做寫山隧道的時候 第一天報到就下了坑道 根本那個教育都沒有 直接就下去叫我去工作 就修理那個外收了 動了八次手術 至今右腳仍隱隱作痛 2002年2月 尤其文負責血碎維修工程 除夕趕工讓他差遍失去右腳 除夕本勞大部分都休息 那時候上面壓下來要趕工 除夕外勞他們沒有休息 都是靠外勞在做 我們那個怪手上面就寫說 建築外勞開怪手 那時候外勞開那個怪手 他那個外勞 他也不是故意衝上我 結果腳被他壓到 被那個怪手壓 規定外勞不得開怪手 但遇上趕工 規定全拋豬腦後 台灣很大的問題是 法律遵守度很低 不管是在職業安全衛生也好 在勞基法也好 其實大家很多的法令都是覺得說 我們就常考用 你像有些地方一定要搭架了 但是來不及搭 我們就是直接爬管線 完全沒有防護的 如果走過就掉下來而已 迫於趕工 只能置身死於度外 而無良僱主不把人命放心上 因為就算違法被罰 也不痛不癢 太罰者可能也會有過輕的問題 那如果大公司像這種大型銀燒賞 30萬沒什麼 那在發生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給這個勞工一筆錢 那之後再換掉 就是我們一直看到類似的事情 就不斷不斷的發生 那我覺得他們就是把這些 當作是內化成本 然後一般的治安法這一塊 他在現場我們大概可以 3到30萬 花完3到30萬 是不是低了一點 強度不夠 是我們會做適當制度的檢討 罰則太輕 雇主有事無恐 更巧妙避開勞動檢查 根據治安法規定 重大執災必須通報勞檢 但要件包括 一人以上死亡 三人以上受傷 或是一人以上住院治療 許多嚴重公安意外 卻因為沒有死傷 或自行送醫避開通報 即便現場殘破驚險瞬間 部署於重大執災也就無需列管 2022年4月1日 東南水泥除槽拆除倒塌 壓垮電塔 癱瘓高鐵台鐵 諷刺的是這起震驚社會的意外 因為無人死傷 所以在重大執災公開網上查無資料 無論查詢東南水泥或是施工 陳籃商窘得營造 都只看到2021年發生的一人死亡公安意外 就連這筆記錄也是在勞團召開記者會 抨擊勞動部為翔石登記後才緊急補上 光是揭露不完整 累犯就難以察覺 要做到事前風險預防就更加困難 你的勞檢永遠如果只是靠 我看到新聞了我去做列管 這次是不夠的 那他其實應該還是可以去跟消防隊這邊來做 有通盤的這個一個聯繫 那他就不會僅限於在治安法裡面說 我只要一死三傷一住院的這種通報就好 像橫向聯繫我們有一個中央 中央救災防治的中心這一塊 管說消防局或是他們接到一些 比較重大的指災的通報 或是一個公安事故 他們會做一個橫向 都給主管機關 但消防局想要掌握公安意外訊息 沒那麼容易 工程那個 紙罪上我到那個正身醫院 所以他沒有叫救護車 沒有沒有 張宗龍是電工 就是李日欣的工地打工族 十年前他從工地十五樓的坑洞 摔到十三樓 左手骨 肋骨多處斷裂 但雇主沒叫救護車 這是營造業多數老闆 不說破的潛規則 救護車的話 那一派工地要天工 他們不會叫你叫救護車 他們都會私下載 因為這算是地下規矩 雇主不通報 不叫救護車 消防單位就不知情 或死或傷 成為被掩蓋的秘密 老檢也就無從列管 當然是很不高興 但是又不能怎樣 因為公安事件算是很大的事件 至少要停工三天 對不對 那三天事務沒辦法做的話 他們就沒辦法生活了 我單元就是大家沒有工作做而已 沒上工就沒錢賺 就怕影響工地夥伴生計 即便受傷也不敢伸張 為什麼這通報不能行不通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能導致停工 會導致大家生計受影響 那這個部分 政府要用什麼方法來去填補 這個可能損失 如果它擁有這個填補損失的效果 那個通報才有效 不然我們通通都說 大家都可以通報 結果這個通報事實上形同虛色 因為裡面有太過結構性的因素 讓他們無法通報 看不見真相 就不可能落實全面公安提建 但華麗工程的背後 卻是用勞工 血與淚的層層堆疊 但這層層堆疊中 這個風險危害的責任歸屬 並不單純是雇主的責任 其實有些時候缺乏公安意識的工人們 自己也是有責任的 明天調查報告 我們要繼續的帶您追蹤了解 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則是要看到台北市長蔣萬安 預計明天出發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今年中方這裡選擇舉辦的場地 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宣布獨立參選 讓在野陣營的整合路更加艱辛了 反觀民進黨副總統賴清德 有好幾份民調都支持度 突破了四場選情 看來相對穩定 他也老神在在 被問到郭台銘參選的議題的時候 只是保持微笑 怎麼開郭董宣布參選 是卡路瓶要漏 自成是正確在握了 可能對手再加一 副總統賴清德 卻是露出一抹微笑 就在菲律陣營亂轟轟之際 賴清德老神在在 喊社福界面對面座談 我願意承諾 未來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會定期 跟各個團體 大家來開會 以確保我們大家 每一個團體的心聲 都能夠聽到 一一回應社福界意見 賴清德聚聚承諾 都以未來領導人的高度 根據最近連續三份民調 賴清德支持度 都突破四成天花板 顯示他不只在大選議題 取向最重的國際外交上得分 內政民生也端出了完整藍圖 公民眾檢驗 不管是社會福利基本法 或是社會救助法 賴清德敞開心胸 承諾要害民間保持最直接的溝通管道 台灣的經濟在進步 不管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定是有趕不上的人 不管主客觀因素 一定會有趕不上的人 一定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照顧弱勢族群 讓人民安心生活 政府的這份責無旁貸 賴清德積極爭取解放 近新聞 林廷 郭英廷 採訪報導 那對於郭台銘的宣布參選 國民黨表示深感遺憾 但是也說獨信關公的郭董 最終是會信守承諾支持侯友宜的 同時也呼籲黨內的投資 一樣不能夠為郭台銘的 輔選做任何行為 一旦發現了就要黨際處分 那至於新北市長侯友宜則說 自己參選總統的態度從來沒有改變 那跟郭台銘會面談了什麼 何友宜說 請大家去問郭台銘 參拜彰化和新宮 新北市長侯友宜一天連跑 彰化九行程 其中特地參拜媽祖廟 難道是因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小時候就住在媽祖廟 強調自己也是媽祖孩子 孫總統 媽祖有保譬 這次郭台銘的金銘交 侯友宜在人家中東 我真是 真是我真是 不用怕不用怕 媽祖 把我們拿起來 侯友宜搬出媽祖 似乎也像郭台銘喊話 強調參選總統有正當性 侯友宜甚至四顧茅庐 拜會郭台銘 郭台銘司長 你不和別變 都不對外說 既然不懂說了 見了面 話說了 但郭董還是要參選 國民黨強調郭台銘是關公信徒 相信郭董承諾一言九鼎 同時也警告黨內 其他人不得為郭董助選 黨紀沒有模糊空間 如有違紀 嚴肅處理 既然宣布了 我覺得我們就把他當作對手 來看 用誠信請了郭董 以黨紀恫嚇黨員 面對郭台銘參選 國民黨和侯友宜 都嚴正以待 金新聞 綜合報導 那參選呢 勢必就要面對很多的檢視 今天郭台銘就被問到了 要是中國出手威脅揚言要 沒收鴻海的資產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 結果郭台銘霸氣的說 Yes please 但是這句話呢 卻嚇壞了鴻海公司跟股東 所以集團立即發聲明說 公司資產是屬於全體 八十萬股東的 但是郭董在自首會上又自爆了 說連他太太曾馨寅都抱怨 一旦他參選或是甚至當選 他的財產清澈 都必須要列得清楚 所以曾馨寅說 連名牌包都要申報 有點麻煩 為了選總統郭台銘話說的霸氣 鴻海在中國的資產通通可以不要 但聽在小股東耳裏 卻嚇出一身冷汗 要沒收就沒收吧 等於是他把鴻海的股價 跟他政治前途有點綁在一起 對鴻海股東來說會有點緊張 他應該做一個動作 就是直接把鴻海的股票全部信託 就是他也再也不管鴻海這個公司 連鴻海公司都跳出來切割 說集團擁有八十萬股東 公司是屬於海內外投資大眾 共同擁有 郭董四年前交棒後 沒再參與公司日常管理 攤開鴻海股全結構 郭台銘身為最大單一股東 持股一百七十四萬兩千一百九十九張 以二十八號的收盤股價一百零八元來算 市值超過一千八百八十一億 今年富比市雜誌 臺灣富豪榜郭台銘位居第六 身價達七十四億美元 相當於臺幣兩千兩百六十四億元 一旦參選未來資產有多少 通通得攤在陽光下 光是這點就讓妻子真心盈很不滿 民牌包有幾個價格多少錢都得算清楚 但這都算是小事 郭台銘個人資產更讓外界關注 除了鴻海持股佔比最大 日本介工廠 中國半導體廠 郭台銘都有個人投資 他也自爆資產分佈歐盟 美國 日本 但最多的是在捷克 而外媒也好奇郭台銘選戰路上 如何面對中國威脅 他們在智州和智州和智州 所以他當然想更好的商業 他不想戰鬥 鴻海業務很難跟中國劃清界限 只是當創辦人宣布參選總統這天 鴻海股價倒是很淡定 盤中小漲議員最終收在平盤108元 反倒是在中國與鴻海有關的個股 富製康一度大漲7% 紅藤盤中也漲6% 但都沒穩住行情 股價激勵 曇花一現 近新聞 張信志 採訪報導 好 其實郭台銘想要參選的 這樣子的想法 最近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一天 原本預估的時間可能是九月十二或十三 那為什麼會選在今天 還有他開記者會的地點 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把時間交給維倫 好 主播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終於在今天也就是二十八日 宣布要啟動連署來參選總統 而且他宣布的地點 還刻意挑選張榮發基金會 跟總統府是遙遙相望 希望來延續國民黨的正統 那麼為什麼大家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因為原本是傳出郭台銘會在九月十七號 也就是登記連署的最後一天 來宣布參選總統 那根據我們的了解 郭台銘是希望避開鬼月趨吉避凶 那另外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國民黨在五一七徵招提名 新北市長會議參選總統之後 郭台銘想要參選總統 這個夢想沒有破滅 所以他轉而跟民眾黨的 柯文哲主席希望來跟他合作 推動2024以郭柯沛參選總統 不過郭台銘時常以民眾黨缺資源 遲早會找上擁有超能力 就是鈔票鈔的自己來協商 這個消息被民眾黨聽到 就評論說郭台銘可能是想要併供民眾黨 讓原本就對郭台銘有疑慮的 民眾黨也起了打退糖果的這個念頭 不過在民眾黨也認為說 要在郭台銘要打退糖果這個念頭之後 郭台銘也因此造成他在全台舉辦 主流民意大聯盟的肇事活動 並未引起足夠的民意來支持 所以造成他的民調持續的下滑 甚至是墊底 所以當郭台銘的團隊發現說 不管是內部民調還是外部民調 郭台銘的民調都墊底 甚至還有下滑的這個跡象之後 跟他們原本預估的這個狀況 在全台舉辦完最後一場 主流民意大聯盟的肇事活動之後 到時候再順勢推出一個好的副手人選 順勢來拉台聲勢 跟當初的這個狀況 原本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才被迫提前到8月28號 來宣布參選總統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副手人選的狀況 因為最近郭台銘的副手人選的傳聞 真的是滿天飛 包含說前一陣子提到 點到媒體人沈充華還有陳文倩 另外還有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的夫人李嘉芬 當時李嘉芬是回應說 根本就是無中生有 另外還有前總統府的國策顧問詹啟賢 那當時他私底下是回應說 基於私宜要來幫忙可以 但是不可能擔任任何重要職位 至於最新傳出的立委高金素媒 他今天也在臉書上回應說 他已經宣布要參選立委了 那麼這條選舉的道路已經走下去了 所以任何事情都改變不了這個方向 所以呢今天郭台銘被問到 他的副手人選可能會是誰的時候 郭台銘也賣個關子 他說心裡已經有主義的人選 但之後才會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觀察說 不管是民調下降啊 還是說他今天郭台銘並沒有提出 他的副手人選的這個狀況來看 郭台銘很有可能只是出招 要鎖定柯喉兩個人上談判桌來談整合 台北市長蔣萬安預計 明天出發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蔣萬安身為蔣家後代踏上中國 當然受到高度的關注 但是中國的接待層級 台北市政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鬆口 而這次隨行的記者團也安排 比蔣萬安早一天抵達上海 我們來看隨行記者黃宜萱 煉志豪的採訪報導 再過不到二十四小時 蔣萬安就要率團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碰上颱風風雨無阻 蔣萬安行程安排不轉彎 比起之前的這個路徑 確實是更加像難移了一點 那我們也一定會密切來關注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話 一定做及時的反應 選擇到上海去上演政治大戲 而沒有留在台北市作證指揮 這樣子讓市民朋友不僅僅會質疑我們的市長 是不是選擇了上海而沒有選擇台北 因為疫情回為三年雙城論壇 今年終於恢復實體舉辦 加上蔣家後代身份特殊 這次出訪團熱門又強壽 部分市府先前人員及隨即媒體 在二十八號下午已經提前抵達上海 而今年的隨團人數創下歷年最高 光是市府企業以及媒體人員 就高達了一百五十位 首次和中國官方實體交流禮物 也巧妙做到禮數 蔣萬安準備三種禮物 各自寓意深厚 有單口瓶 還有意味著兩岸和平的雙口瓶 還有北捷禮盒 希望兩岸關係重回正軌 中國也對蔣萬安高度重視 行程安排比照前總統馬英九三月訪中 除了會見上海市長龔正 傳出層級可能再拉高 蔣萬安上任首次雙城論壇 在蘇拉颱風步步進逼下 蔣萬安發揮政治智慧 絕對不會輸 進行問黃宣煉志豪上海採訪報導 另一個可以來討論的是 雙城論壇的主論壇場地 是上海東方濱江大酒店的 這個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廳 中國方便選擇這個地方舉辦 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嗎 繼續把時間交給威倫 好 主播蔣家第四代 台北市長蔣萬安的第一次 雙城論壇呢 將在三十號登場 那麼這一次呢 也是國共內戰之後呢 蔣家的後代首次以公職人員的身份 到中國來訪問 這一次傳出 中國也會以今年三月 前總統馬英九訪問中國的這個規格 來接待蔣萬安 那麼這一次雙城論壇主論壇的場地呢 就在上海東方濱江酒店的 上海國際會議廳上海廳 那麼這個地點呢 其實也是帶有來頭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 柯文哲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的時候 就曾經到過這個地點 那麼這個會議的地點呢 也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像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一個重要的 國際會議的地點 那麼或許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不是以2015年 柯文哲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的 瑞金賓館來當作這個會議的這個場地呢 因為這個瑞金賓館也是蔣萬安祖父蔣介石 還有蔣宋美林的訂婚的地方 因此呢他也被號稱 是上海最多傳奇故事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點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這個就是瑞金賓館 那麼這一張呢 就是蔣介石還有蔣宋美林當時的訂婚照 那麼在1927年 他們就在這個瑞金賓館舉行訂婚儀式 還下他在這個瑞金賓館 而且呢這個瑞金賓館呢 還保留當時的裝潢 包含像壁爐啦 包含像屏風啦 而且他甚至細到什麼程度 細到連舊式窗戶的這個窗栓 都還保持原樣 所以呢這個賓館對於蔣萬安來說 也是相當有紀念意義的 不過呢中方或許是擔心被額外解讀 因此模糊掉雙城論壇的一個焦點 所以最後來選擇在上海東方賓江酒店來舉行 其實他在過去2001年的時候 亞太金賓會領導人峰會也是選在這個場地 還有第35屆亞洲開發銀行年會 還有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元首理事會 都是在這個地點來舉行 所以也能看出中方對雙城論壇 甚至是蔣萬安市長的一個重視 謝謝威倫的說明 稍後我們來看到情衛生署長楊智良脫口的家暴論 掀起各界踏罰 不過這也不是楊智良第一次發言大暴走了 稍後帶你整理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昨天在一場挺郭造勢的場合 脫口說出台灣家暴案件會頻傳 就是因為民眾沒有辦法修理總統蔡英文 才會回家打老婆打小孩 結果今天他又再口出狂言 受訪的時候除了繼續通辦蔡英文 要求他下跪道歉 還說台灣生育率低都是歌手蔡秦駭的 要道歉的是蔡英文 為什麼我要道歉 我一個老百姓不能講話嗎 是不是民主國家 我為什麼不能我說 再講下去我就要罵三字經 氣到就要爆粗口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又是拍桌 又是怒吼記者 讓前一天在郭台銘造勢場上 拋出了家暴論 食言風波持續言上 為什麼家暴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把 屋子啦 我沒有辦法去修理蔡英文 沒有辦法去修理這個陳建仁 因為他有保鏢 那怎麼辦 就是修理比我更弱的人 打老婆打小孩 你總統要我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 你要怎麼辦 你總統派人把我抓起來嗎 關起來嗎 這什麼話嘛 事隔一天 面對媒體楊智良繼續語出驚人 該道歉的是你 你蔡英文要跪在總統前面 向全民道歉 蔡英文講過好幾次 天天講謊話是爛人 我講陳建仁 X人 為什麼不來高 台灣幾乎是到了水深火熱 這是楊智良搞出來的嗎 還是在總統洪那幾個混蛋搞出來的 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 楊智良不為所動 甚至還大開地圖炮 為什麼我們的女性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那麼快 就是蔡英海 讀你千遍不厭倦 以蔡英讀你經典歌 比喻台灣人被讀你 都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中國已禁止農產品進口暴富 楊智良越說越起敬 才不管郭台銘已經要求道歉 他要我道歉 我我 那是他家的事 是你自己說你要請我做顧問團 也沒有給我拼書也沒有給我一毛錢 將接下郭台銘國政顧問團召集人 楊智良提由救火化身自走炮 進行問馬恩凱旋廟長報導 既然是自走炮就發現這其實也不是楊智良第一次的發言暴走了 過去他就公開投書媒體 嗆聲說死藥前的榮民滾回去 所以讓民進黨令委批評楊智良根本是老幻點 會建議楊署長在公開場合或在我們記者會上先公開道歉 連極具爭議的郭台銘發言人都喊 賣個供楊智良脫口台灣家暴案件頻傳 是因為修理不了蔡英文以及陳建仁打死不認錯 楊智良在擔任衛生署長期間 就經常雨不驚人死不休 二零一六年甚至還宣布角逐國民黨總統大選初選 現在即將接下台灣阿編國政顧問團召集人 人都還沒上任爭議先惹上身 朝野各黨罵聲連連就連企業大佬馬都看不下去 但這早已不是楊智良頭一次貨從口出 過去他就出書痛罵沒醫得者為獸醫引來獸醫工會不滿 甚至投書喊出死藥前的榮民滾回去 批評時任衛福部長陳時中進口美珠開綠燈 根本一點人格都沒有 更誇張的是公衛界出身的他還在疫情期間 拋出要開除因照顧病人染疫的醫師們 你不喜歡的一個這個政治人物 就給他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標籤 這絕對是扭曲了一個社會問題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今天跟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 進行會談 雷蒙多在會上重申 美國在半導體設備上對中國的出口禁令不會妥協 七年來首都踏上中國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今天跟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 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談 雷蒙多強調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維持穩定的經濟關係是極其重要的 不過他也重申美國在國安問題上 沒有談判的餘地 來者時刻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寒暄後雙方進入正題 雷蒙多四天仿中型第一天 向北京強調美中政治可以有分歧 但經濟維穩至關重要 美中今年前半年雙邊貓易額下降百分之九點六 而上半年中國總對外貓易額 美國就佔了百分之十一點二 是中國第三大教育夥伴 這次美中商務高層會晤 儘管在先進製成金片對中國出口管制上 看法不一 但在中國房產風暴下 雷蒙多訪問北京間接幫中國拆經濟炸彈 強調美國期盼穩定經貿而非與中國脫鉤 同時也在保障美國經濟利益 利品與中國經濟融兵 今年夏天 即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美國裁長葉倫 雷蒙多是第三位格員訪中 美國積極佈局也為11月APEC敗息會撲路 美國向中國遞出橄欖枝 正面臨金融危機的北京自然沒本錢繼續任性 監修搖慧文 謝鴻引報導 蘇拉颱風越來越接近臺灣了 雖然以目前的路徑來看 蘇拉颱風中心登陸臺灣幾率低 但是暴風圈還是會掃到陸地 氣象局將在今天晚上十一點半 發布蘇拉颱風的海上颱風警報 結構上來講有逐漸的增強 那甚至在接近臺灣之前 有重新回到強烈颱風這樣的趨勢 所以強度上來講 目前是中度颱風的上限 接近臺灣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再重新回到強臺這樣的等級 蘇拉颱風持續朝臺灣逼近 強度達中臺上限 氣象局不排除再升級為強臺 最快週一夜晚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緊接著週二下午發布陸上警報 偏北一點 偏南一點的路徑都有可能 那以目前的預告上來看 是從臺灣的恆春南方的近海 通過進入臺灣海峽南部 這樣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儘管蘇拉路徑預估往南修 中心登陸臺灣的機率低 但是暴風圈還是有可能掃到臺灣陸地 週三花蓮臺東首當其衝 雨是明顯 藍雨綠島風勢強勁 到了週四 雨區擴及到高坪南部山區 東半部恆春沿海可能出現六米浪高 週五颱風遠離 但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天氣還是不穩定 這個颱風的結構是比較小的 所以它的強風都會集中在颱風的中心附近 可以看到花東南部地區的風力 顯著來講是比較強的 那當然距離颱風比較遠的北部地區沿海 也要特別注意風力會有比較大的現象 蘇拉進逼 另一個颱風海葵也接力生成 氣象局表示 依照目前兩個颱風的距離 不排除出現藤原效應 加上正值年度大潮 沿海低洼地區 更要嚴防海水倒灌以及淹水情形 進行問問亞婷 李芳慈 採訪報導 現在要提高警覺的是 台南本門的雙城海岸堤防 在七月底的時候 被颱風杜蘇瑞的大浪加上豪雨 衝破了一個大洞 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復原 仰灘的工程終於快要修建完成了 其實沒有想到現在又有颱風要來 又再度遭遇這個年度天文大潮 所以工程人員只好趕快把握好天氣 加快修補工作 一整排工人搭配機具進行打裝做柵欄 這裡是台南雙春沙洲 不只設柵欄 土堤也進行修補 往內路一點走 還有怪獸正在堆疊太空包 工程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因為要趕在颱風來臨前趕快完工 兩灘工程持續進行 全是因為杜蘇瑞卡弩颱颱風 上個月底開始接力清洗 導致堤防毀損 出現12公尺寬40公尺長的大缺口 在寒暑假的時候是我們的旺季 這一次因為杜蘇瑞的關係 我們的旺季有將近一個月 沒辦法去正式的開放 還是倒灌沖毀堤防 加上每天有兩次漲潮 導致園區一連淹了二十幾天損失慘重 如今堤防破洞 終於修補完畢馬上就面臨考驗 養殖戶也如臨大敵 就怕蘇拉颱風帶來大雨 北門區的養殖戶也先做好 維護作業希望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氣象局預估蘇拉颱風在八月三十三十一 這兩天可能會在台灣南部帶來大雨 而恰好適逢中原節滿月 台南地區將會有年度天文大潮 就怕低窪處的沿岸沙洲養殖 魚溫海水倒灌需要特別警戒 蘇拉颱風陸境還在不斷修正 暴風圈威力不容小覷 台南水利局也在水鎮周邊架設 抽水馬達隨時備戰 近新聞 瑜伽偉 吳映謙黃毅宣採訪報導 謝謝林生和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茄 我們再會 我會同心 還有我們 開啟囉 大級史訊